胡佬道仲這些中醫常見的藥材 變成裝置藝術 而雞骨草用來插花又見過味 而採用陰陽概念做陶瓷就夠特別 中醫藥和藝術大玩Cossova 別以為只有藝術品 原來現在醫病不用吃藥的 玩古琴就可以了 有中醫師說古琴每一粒音都可以用來醫病 古琴養生最重要就是它能夠養心 內經裡面已經有講五藏雙音 意思就是說我們的五音 功雙各子語 即是Do Le Mi Fa So 對應我們五藏的 終於心呢 它是能夠主宰我們的五藏六虎 心安 心定 心靜 它就會減少很多其他五藏的情致病 或者情緒或者精神方面的病 我們五禽就可以培養那種正氣 即是彈感的時候一定要縮氣 即是說你要靜 慢呢你不要太疾 很疾 快你不要太急 而它還說這項研究還有現代科學支持 曾經有六十人做一個八個星期的測試 發現測試者聽完或者彈完古琴之後 心臟功能都有明顯的改善 首屆國際中醫藥文化節由即日起至九月舉行 而內容就包括藝術展和音樂會等等的活動 想知古琴療法是否真是Woo? 入場試下就知道了 東網電視記者羅偉龍報道